上文书说到了杨子荣走着走着发现眼前一片小滑树林 他下了马把这个马拴好 他走到这树林的跟前来 仔细的把这环境看了几遍 哦 就是这儿了 看你这片树林子 等于是给我打了个信号 说明我已经接近微虎山了 那么我得把这个信传给首长 他找到一棵树 看看这个方向和林来时候 与首长203规定的那个方向差不多 是在一个小石杆上的 他把匕首取出来 啪 往这树绳这么一多 挖下一块树皮来 从打腰里头 掏出一块黑石头 比那个青枣啊 稍微大一点 溜光了那么快黑石头 往这树里边这么一填 再把这树皮往上一镶 你要不细看 看不出来啊 可不是说一点痕迹也没有 看完了 认为放心了 把马的缰绳解下来 拉马往前走 走了几步 不对 紫荣回头又瞧 哎呀 太大意了 怎么 把脚印 不声不响的 留给人家 如果有人来了 一眼就会看出来 哎 谁在这棵里的 从哪来的 奔哪去 这棵树这儿 有什么文章 这不麻烦了吧 怎么办呢 哎 骑上马 我在这 蹬他两趟 他就上了马了 一催这个坐骑 前一趟 后一趟 左一趟 右一趟 横着竖着的 有多少个印子 留在这片树林 在前面 放心了 绕过这片树林 还往前走 走着走着 肚子饿了 吃点东西吧 马也直叫 马也可能饿了 下了马 把马拴好了 吵了口袋 走开 叫马在这吃 自己把抛皮扑上 往那里躺 先喘了口气 随后起来 抽了锅子烟 掏出这个饭团子来 紫荣就吃上 这地方挺清静 这会儿也没风 冷还是很冷 可以说是干冷干冷的 这天气 风随不大 凉气息人 那树梢上 挂着 双雪老厚 那树都像一颗颗 搭来着多少根银条似的 子荣待着这个周围 就像银庄玉器一样 嘿 杨排长 一边吃这饭团 心里头是一边高兴 怎么呢 这地方 空气多新鲜 啊 哈哈 把这饭团吃完了 他把手搓了一搓 吃的不足 还想再来一个 就在这工夫 忽然 从西北角 卷过来了一阵风 雪花飞起老高来 飞起来的雪花 落在子荣的身上 就搅着 那么一阵梁 像刀刺骨一样 杨排长 踏了一个冷战 这哪来这么阵风啊 听李永齐同志说过 他说什么来着 说是这山里头 有几种风 其中一种最厉害的 叫川山风 据说这阵风来了 什么叫树 哪叫石头 什么叫人呢 卷着一块走啊 不是川山风来了 自如想到这笑 怎么 听李永齐说川山风 是一条线 这阵风是一大片 这阵风是一大片 不是 不是 叫他这时候 就听他这马 一声 惨叫 叫的 那么扎耳头 这个马名 又叫马斯 不是不好听 好听啊 会儿露露的 哼 唯独这一声叫 是子荣心里的 蹦的下来 一惊 怎么呢 这马叫的这么难听 银声是十分凄厉 怎么了 子荣转过脸来 一瞧这匹马 这匹铁叶青啊 这个四条腿 是 乱抖乱颤 这马是一个劲儿的往后 打醉坡 对的 眼看把缰绳要扯断 拽着这棵树啊 双血飞落 这树是来回之祸 这马用的力气也太大 他要把这棵树 连根都扯下来 草料他也不吃了 那个眼睛僵直的 眼珠都定了 马的这俩眼珠啊 广注意一个地方 拐弯都不会拐弯了 瞧见什么了 不用怕 刹 子荣一翻身 敏捷的从地上就跳起来 那身体真是灵活极啊 是侦察员的 天赋条件 到了跟前 他用手一拍把头 轻儿 轻儿 怎么了 不要怕 你的主人在 怕什么 这匹马就一个劲儿往羊排长这边靠 怎用手怎么一摸这个马的棕毛啊 好 是羊排长一愣 怎么 汤上一把汗水 这马出了一身的冷汗 哎呀呀 羊排长更纳门了 什么山精野兽 把我马给吓成这个样子 这还了得 主人到了 他在跟前呢 这个马还比较 壮了壮胆 但是也不行 他还是一个劲儿的 挣这个僵胜 轻儿 不要怕嘛 有我在这后 你怕什么 嗯 铁野青 从这鼻子里 突突地往外喷白气 嘴角子 往些直躺白墨子 子荣就顺着马 看着这方向 看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见呢 羊排长就那这个门 是什么东西 他抹过头来瞧 也可以说 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都看过来 八方八面 没什么呢 这 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阎子荣这话还没落地 又是一阵风 这怎么回事 啊 羊排长 顺着刮风的这个方向 小 不得了 在圆圆一棵树的后边 出现了两盏灯 是灯吗 大白天哪来的灯啊 子荣一伸手 把大枪拖在手里 咔嚓一下 就顶声顶堂火了 拖枪在手 先找掩体 拉好了射击的架势 目不转睛 盯着这两盏灯的方向 是灯 不是 什么玩意儿 是两个眼睛 好 子荣啊 心里头 呼的心 这脑袋 嗡的心 怎么了 子荣想起这么两句话 这两句话 虽然是传言 他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什么话 龙行有雨呀 虎行带风啊 就这么两句话 他再瞧这两个眼睛 再想起这话 难道说是老虎吗 说真的 子荣啊 那是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在枪林淡雨中侦掌 不知道有多少次 可是这老虎什么样 子荣还真没看见过 要真是老虎的话 这还是第一次啊 听吧 怎么呢 老虎叫唤了 这一声叫胡笑 胡一笑 山陵有灰音 这那山石滑滑响 这那树枝的来回之荒啊 子荣瞧得清楚 果然是胡 这门虎蹭 从树后的窜出来 再瞧那匹马 四条腿一弯 就啪在地上 马呀 已经吓得 不能动了 这虎 也听见马斯之声 他捣着这个声音就过来了 好大的一只老虎 头脑脑眼似灯啊 七尺的身子 八尺的尾 身上的花纹一道啊一道 那嘴张开了 跟小火盆似的 鲜红鲜红的 那舌头往下 怎么一搭了 虎有四个门牙 那牙怎么一刺啊 这个胸老虎头上有三道纵纹 一道利剑 真像个王子似的 两耳望后咱们一面 这老虎就过来 虎文马斯声 他捣着声音过来 他想着要吃 老虎饿了 子荣这匹马 已经握到那个地方 起不来了 杨排长这时候心里头 也像雷鼓一样 是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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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子荣想啊 这还留得 我绝不能叫你 把我这匹马给问吃咯 马是我上 微虎山的 第一步的身份证 我能叫你给毁了吗 好恶狐 子荣在脑子里头 像打闪似的 刷了一下 过去一个问号 他问什么 未从进山打土匪 先打只老虎 这也不错 想着这很 英雄 撞 枪托 紧靠自己的兼备 就在这一宫 那老虎已经像马扑了去了 猛的这么一跳 那就是两丈多远啊 老虎离这一批铁叶青 是越来越近 紫荣平心静气 咬紧了牙关 驱一目 秒一目 瞄着准啊 他的右手 食指紧扣扳机 打 就是一枪 这一枪扮老虎去了 可没打着 紫六子 擦着老虎的脑壳顶 过枪 紫荣枪法不准呢 不是 紫荣同志心有点慌 心一慌 手臂颤啊 所以这下没打着 倒把老虎给惊动了 老虎扑的是马呀 耳边响了这么一声 什么动静 老虎顺着这声音学吗 一喝 老虎乐了 怎么乐了 看不远之处 在树后边 那站着一个人 嘿 虎一想 今儿个我呀 肥了 有这匹马 再有这人 够我点不个三天五天的 他够三天五天的了 你说杨派掌和铁业青 那能吃得住劲吗 这老虎一想 不能先吃这马 我得先吃这人 那马呀 已经叫我给下滩了 什么时候上去开 就把他开了 这人不行 我要不管他 他非揍我不可 对 他把尾巴这么一脚 望起一跳 就奔紫龙扑了 哼 这回望过一扑 怎么哼的一声 虎跳的太高了 他撞的那大树的树叉上 这下把老虎给撞晕了 哗的下子 他掉下来 他滴溜在那打了个默默 借这个机会 紫龙又一枪 这回这枪怎么这声 嗨 别提了 越着急呀 越出事 第一枪打得挺响 挺脆 可是没打到 等紫龙把这第二颗子弹 推上堂 一扣板筋 扑齿的一声 臭子 这还得了 这老虎 闷的这么一声 哼 哗 树枝子 蛇了多少根啊 这老虎就扑过来 紫龙从这棵树后 往第三棵树后边 舱 这一声叫老虎扑空 老虎离这杨紫龙 相隔多远 嗯 望远了说 四五米 就这么远了 这紫龙能不着急 线推子弹 已经来不及了 他把打住匣子二十响 就弄出来了 弄出匣子枪内 啪这么一圈 推开了大小机头 拉开保险 一扣板筋 来个闷筋啊 应该是点射 哒哒哒 那就对了 他这么一闷筋 二十颗子弹 一个没上 都出去 打在这个雪地上 这个雪花都飞起来 把地给揍了好几个小坑 那老虎 一溜滚 等这只猛虎再起来的时候 就比方才凶得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已经带了伤了 他破着死命 又扑向紫龙来 当时的事情是那样的紧张 紫龙也没瞧明白 这老虎是重没重伤 挨胜没挨胜子弹 他还以为是没打着 问自己 杨子 就是你的这枪杀 怎么拎了这是 命令自己 这一枪 必须要给我打上 他把这匣子枪就扔了 哗的一下 用大枪 再顶上一颗顶藏火 稳住了身 他刷的这么一下 把枪拖到手里 沉住了气 让老虎再走近点 这老虎 带着一股子疯 扑过来 门的一声又这么一叫 凶急了 恨不得他这一口 就把杨排长整个的给吞下去 这是老虎这么想 他的嘴扎得很淡 紫龙 把这枪口轻轻的望起一台 不能差的太多 打 打后 这颗子弹 整重的老虎嗓子眼上 那老虎 就摔的呢 怎么摔呢 他跳起来了 他四个爪都离开山坡了 他想这一切子 扑不到紫龙 也得把杨排长给吓倒的那 这老虎是那么个意思 可是啊 这一子弹给穿上了 呱 他摔的 滚了这么凉滚 又饶了一枪 老虎不动了 紫龙啊 扑通 就坐在那 出了一身的汗 他长长的 吁吁口气 好紧张 缓了缓 他站起来 把零碎的东西收拾起来 走到马的跟前 马已经站起来 咔嚓咔嚓的 又吃上他的草料了 铁野青 铁野青 放心了 没事了 老虎吃不了我了 紫龙照顾了一下马 翻回来 走到老虎的跟前 杨排长围着这只虎 转了几个圈啊 他干嘛围着这死老虎转呀 紫龙想 哎 这倒不错 无意之中 到微虎山的附近 打了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怎么办呢 用马把他驮着 驮哪儿去呢 驮到山里 不 不能往微虎山上驮呀 送回去看来是来不及了 哎 找个地方 把他埋起 等到打破微虎山之后 把这只老虎再起出来 叫同志们看看 小白鸽子 乐得得跳起来 追 行 他呀 把匕首取出来了 要想在这附近这儿 挖个坑 把这只老虎 埋起 他刚用这个刀子 在这山坡地上 这么一画 得画画这坑的尺寸 刚画了两刀 呼听一声枪响 嗯 虽然离着很远 但是轻声清脆 说明就在附近 有人打枪 这怎么回事 哦 子龙翻着两眼想着想 是不是这只老虎把打猎的人给引来了 他是叫猎人追下来 不 绝不会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威虎山的附近 匪徒 盘居之地 别说没有猎户 即便有的话 也得叫他们把猎枪给搅下来 把猎户给害了 那是准的 那么这是谁打枪 难道说是土匪 哦 来得好 要真是土匪的话 说明今天还是蛮顺的 刚打死了老虎 匪人就上来了 好啊 他刚想到这儿 子龙就听见 远处有脚步声 爽 爽 爽 查着血 由远而近呢 就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 怎么办 对 按原计划进行啊 子龙想着 把皮帽子往口这么一推 傻了 把大肠一甩 他就唱声了 唱什么呢 有个宋老三呢 两口子卖大烟呢 乱唱吧 他这一唱 把来人可给惊动了 从西北角 走过来了九个人 我一首呢 我一首呢 是个大个子 高得比沙高还高呢 这种毛着腰 手里头紧握着双枪 边走边听 瞪着两个眼睛四外悬梦 胡听有人唱小叫 这大个子杀住了脚步 一回头 冲他带来的人 有情况 这一说有情况 这九个人 这九个人拉了个善个面 半圆月行啊 就把子龙 给围起来 大个子 顶头 他在最前面 用一棵树干 影着身 做他的掩体 这两颗匣子枪 鸡头全张着 乌黑的枪口 紧对着杨子龙 这个正是子龙看见了吗 早就瞧在眼里了 可是呢 他装作收拾东西 把那草袋子逼了起来 抖了一抖 看来 他是那样的轻松 那样的愉快 把草袋子一叠 往马身上一杀 紧了紧杜袋 紧了紧大袋 吻了吻安子 直当没这么回事 子龙这几个小动作 都叫这个大个子 给看在眼里了 大个子的眼睛 嘀嘀嘀嘀嘀嘀 来一回直转悠 这是干什么的 哈 一匹马 一个人 嘿 大个子甩脸 往右边看 在雪地上 还握着一只老虎 那虎是死了 一只死虎 就把这大个子 差点吓发去 嘻嘻 他瞧这老虎身底下 有血 把血都给染红了 他就放心了 沉出气了 他把这脸这么一扭 二次转向了杨紫荣 抬 抬 蘑菇哪儿溜 什么家 紫荣 正要伸手解缰绳 一听这句话 哎 好啊 心说来得顺当了 自己 滴楼一转身 用左手摘下了帽子 在脸前这么一晃 啊 真是想啥来啥呀 想吃奶 来了小孩的妈妈 想娘家人 她的舅舅也来了 奇怪呀 紫荣是一边往前走着 还是继续说着 我仅三天 慢三天 怎么会看不见天王山 那大个子一听 这是杨紫荣的回答 哼 他哼了一声 你野鸡门头钻 怎么上天王山 杨紫荣 拜皮帽子 挣了一挣 两手一抱 诸位 我是地下有的是米 乌鸦有根底啊 哼 听到这会儿 这几个人 就从树后边都过来了 过来可并不是 直接走到紫荣的跟前 握手延欢 还是保持着一定距离 他们的枪 并没有掖起来 还在手里擒着 紫荣明白 这还是有敌对之意 他们还没闹清楚 我是什么人呢 来的这几个人 没错了 全是土匪啊 那为首的大个子 讲前一步 他站到这几个人的最前边 冲紫荣点点头 朋友 你是从哪儿来的 哎 紫荣心一动了 怎么 他想啊 这句话是土匪的黑话呢 还是普普通通一句话呢 紫荣方才答对这大个子 那几句话 那都是土匪的暗语 就是你呀 是什么人 你是正牌的土匪 还是不是正牌的 从哪来上哪去 就那么的意思 那么这一问呢 把紫荣给问得一漏 如果说你要是当黑话回答 要错了呢 你要当普通话回答 那要不对了呢 紫荣啊 就借着这个梯子 又还了这个大个子一句 怎么 你没听明白吗 我是在寻找天王山 哈哈哈哈 大个子乐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么说 你是上微虎山来的咯 不错 贵姓 不敢 兄弟姓胡 单字名彪